各位大家好,我是桑普 今天我就摸了一些好好的咪 我就去哪個地方呢? 我去日本東京 因為未來兩天 應該兩三天都會在東京 會有一個會議要召開 是一個日本香港的民主峰會 去年在華盛頓 有些香港的峰會 當時HKDC舉辦 今年日本香港人協會 就舉辦了有關的峰會 詳細的情況 我們稍後再說 我都希望保障有關人的權益 所以我就不便透露太多 但我可以肯定給大家 大家知道 未來兩天會比較忙 由早到晚 今天是星期日 6月16日晚上的時間 跟大家做一次桑普論證 希望每天 或早或遲 都會跟大家上片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謝大家 鏡頭有點怪怪的 即是我們沒有辦法 有些好好的地方 因為這裡的設備 我沒有帶太多的來 輕便為主 希望大家就不要太介意了 好了 我們接下來就說了 很重要的新聞 就是這個 香港眾志前主席 這個羅冠聰 他的母親 在這個東聰日東村的公屋單位 就是被房署收回 我知道有些人已經馬上回應了 說可白 他的樓都未收回 當然 沒有政治的打壓 才是期 肯定 你說禍不及妻儀 在黑社會 有時是道役有道 而全世界最大的恐怖分子組織 黑社會組織 中國共產黨 怎麼會跟你說道義呢 當然 他一定會施展最大的混身解數 即使不是習近平有令 下面這幫狗奴才 每個月 每一年 每一季 都要做一些事出來 是表忠的 這個是 基本上是共產黨交托下來的重要任務 特定來說 就等到 香港國安處 中聯版 廣告版 國安公署 港府警警察 自己的決定 怎麼去做 那麼這種做法 已經燒到 留下來在香港的人 無論你是否斷絕親戚關係 即使我知道 羅冠聰的歌 也是這個社交媒體 帳號上 在去年11月發表網上的聲明 說是跟羅冠聰 他的弟弟斷絕關係 說自己愛國愛港中國人 跟羅冠聰三年多已經沒有聯絡見面 而羅冠聰在外的言行 跟他一概無關 而羅冠鵬 就是他的大哥 只是想和媽媽平靜在香港生活 你即使你媽媽離婚也好 即使你媽媽沒有跟你有任何 也好 捉不到任何證據的資助你 沒有錢資助你 也都不會資助你 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看看他 你公屋的單位 有欠租金 我不等任何的地方 平時都有所謂的通情期 現在不理了 直接將他收回 三月發出千出通知書 終止租約 六月 即是剛剛這個月 完成程序收回單位 而整件事最奇的地方 不是他媽媽 不是房署 而是有一個報紙 率先報導消息 就是城報 城報一報 全部都報 東網都報 HK香港01都報 城報為何會有這些消息 我問你 一份報紙 你為何會有消息 房署 房署會通氣給你 會告訴你 有這個羅冠聰的媽媽 違反租約三月 被發出 簽出通知書 終止租約 六月完成程序收回單位 這些事 肯定不是羅冠聰的媽媽爆了 房署或其他人爆出來 未必是房署 那整部記者當然會 不告訴大家的消息來源 但能夠由政府部門 放這個風出去 第一 叫什麼 洩露個人資料 個人私隱 私隱條例有所違反的 OK 這個才是怪事 換言之 他現在無法無天 他要抓你 說你起底 就用私隱條例 來修訂再修訂 來控告你 共產黨核下的香港政府 喜歡爆料給哪個媒體 就爆料給哪個媒體了 會言之無法無天 擺明 將私隱視為無物 而這件事肯定不是政府去 不是記者去挖料爬墳 而是政府故意放料 還要放給成報 萬一他可以屈他 屈這家細報紙說 這個就是最壞的這家記者 一家便宜兩家著 成報放出來之後 再經過防署證實 換言之 整張牌給你上 有這樣的味道 好嗎 這一點呢 就是我覺得現在的 就是最大的一用情況 那麼 這種情況你看到 明報記者呢 就是今天去到單位外去到觀察 單位的鐵閘上面有鐵鏈 門外呢 是鐵有房屋處的告示 說單位6月3號已經被收回 而當日發現屋內 是圍樓多項的物品的 包括電視機 冷氣機 雪櫃等電器 也都是多代的雜物 不數窩呢 是不是 這個地方是 東涌日東一村的公屋單位 OK 那麼剛剛的情節 已經有所透露給大家了 那麼根據香港01的報道呢 那麼當然有些 Furder details 有最一部的資料 那麼他就 說這個是呢 就是 羅冠聰呢 就是 在離開香港到英國之前呢 根據成報的報道呢 是和家人居住在東涌日東村一個單位 他的母親叫林素蘭 將他的名字爆出來了 已經公開了他的名字 林素蘭 他的大哥 大哥嫂和二哥 那麼 羅冠聰就是 有大哥和二哥 那麼 那麼他的大哥呢 他的兄嫂 就是大哥大嫂呢 身後呢 移居台灣的 那我就不知道 你不要問我 我真的不知道 而他羅冠聰的媽媽 林素蘭 離婚的羅婦 就在日東村另一個單位居住 就是他原配啊 原來的丈夫啊 就在另一個單位居住 那麼當然現在未搞到他那個 就是已經離婚的這個 這個父親了 那麼房署就是不點名回覆 成報說呢 羅冠聰現時沒有在任何公屋單位 擁有戶籍 這個鬼不知道嗎 他要走了很久了 是不是 有網民呢 就在Facebook專頁 有貼出日東村一個被收回單位的相片 說走過見到羅冠聰間屋被房署收回 那麼房署在單位外的走廊貼出告示 顯示這個單位 其中大中小三個房 廚房在6月3日 六死前一日 收回 當時屋內有大量物品 全被房署清走 總共是有55項的 包括一個隔萬和一張爛梳化 告示也都指出 發出日期後14天 之內原形未有人應領 全部歸房委會所有 當局有權自行處理 嘩 即是基本上是充公 即是今日共產黨做了共產的目的 可以自行處理 包括將它拍賣 捐贈給慈善或福利機構 或者丟棄的 即是丟他老母的一些物品 即是丟棄的意思 丟棄不是說糟糕 丟棄他老母的一些東西 房屋署表示 今日有媒體報道 日東村一個公屋單位被收回 更加有網民和媒體 公開這個單位的地址和住戶資料 處方表示 根據記錄 這個單位曾出現欠租情刑違反租約 剛剛說了 3月發出 遷出通知書終止租約 6月就完成收回這個單位 他說一般情況下 在收回空置的公屋單位 做了翻身工程之後 偏配給其他有需要的家庭 即是基本上供了他的產 當然公屋不是他的產 但是他的租任權 他的成租權 基本上沒有了 還有他裏面的物品 即是共產 即是基本上就是你不拿 就全部將你共產 這個就是很可怕的地方 而我們都看到 這一點 你會看到 喂 那你都是欠租而已 那我就說 那你可怕的那怎麼辦 是嗎 你自己瞞心自問 在看這個節目的人 我沒有住公屋的 我住在其他地方的 就是自小到大 很多在看這個節目的人 我想一半的香港人 都在住過公屋或居屋 對不對 那如果在看這個節目 你說什麼就知道 如果欠租 第一件事是否終止租約 即使你去私樓那裡 你去私樓那裡欠租 第一件事是趨收先 是不是 趨收完了 之後呢 還發了信 通知你 call你很多次 都沒有辦法 那就是要收樓 那你不交租 就是要收樓的 那這個合理 但問題就是 今時今日第一 有沒有經過趨告的程序呢 即是你要趨收款項的程序呢 第二件事 你這件事 為何 傳媒會知道這件事呢 剛剛講過了 城報的風從哪裡來呢 是不是有政府官員 洩到個人私隱被外面的報紙呢 第三件事就是說 這件事你要說 不要是政治的打壓 根本上很難 為什麼呢 因為我看到 羅冠聰和他媽媽之間的事呢 是剛剛 是剛剛 才有有關的報道 我想這個報道呢 羅冠聰可能已經知道 略之一二 但他沒有說出來 即我了解羅冠聰的性格 就不要把他自己私隱的事 說給公眾聽的 這個很合理 完全尊重他的私隱 那我看到德國之聲呢 我其實聞到一股味的 其實大家只要去細心一點 看他有關的一些新聞呢 你會發覺到 其實他可能早已經知道 六月十二號呢 這個在收回這間公屋之前呢 就是接受這個收回公屋之時呢 就是你要看到呢 是在六月三號 六月十二號 就是撤銷包括羅冠聰等六個在英港人的護照 那大家知道呢 羅冠聰呢 亦都是被受德國之聲 Deutsch Well 去做一個專訪 因為德國之聲的記者 去到倫敦專訪 流亡英國已經四年的羅冠聰 那麼針對日前 傳出被官方派遣人員跟監 就是跟監他自己 就是英國那裡 他直接講出港府愚蠢無能 好似周星馳電影片段一樣 面對香港民主運動持續受壓 他說自己並不盲目樂觀的 只能夠在智暗的時刻 沉潛江黑 深存盼望 等待改變時機的到來 那麼這個是一個呢 很重要的一種resilience 一種忍耐人性 希望以及信念去支持這件事 其中有一段話呢 他特別講到他媽媽的 那麼我覺得這一段話呢 很值得呢 他跟大家說 因為這個專訪太長 我就不會全部讀給大家聽 我專門和今天這個新聞有關的部分呢 是跟大家說 如果想了解整個訪問內容 自己去看回德國之聲羅冠聰 那整段呢 你可以去看回他所有的訪問的了 德國之聲這樣問 去年一年發生很多事情 很多變化 包括你成為了通緝犯 被懸賞一百萬港幣 到後來呢 其實國安處把你的家人拿去盤問 這件事其實你早已回應過 到了去年11月 有一個比較戲劇性的變化 就是你二哥在網路上傳出跟你斷絕關係 說他和媽媽只是想在香港 剛剛說錯了 不是大哥 是二哥 就說二哥是想和媽媽 想他在香港過平整生活 那你當時就沒有什麼太多的回應 這一連串的事件 想必給你帶來很大的壓力 或者愧疚感 羅冠聰說 身為一個通緝犯 我在來到香港的時候 香港政府就一直說我是一個通緝犯 但他一直都沒有公佈我 我違反了什麼法律 或者我違反了什麼行為的詳情 真是上一年才把我違反的寫出來 就是非常勉強非常無稽的指控 然後之後就知道了我的前同事 我的家人 我的家人也都被迫作出一些反應 對我來說當然會有很大的愧疚感 我正在做一些我認為是公義和正義的事 但很多因為這樣的負面的後果 是要你身邊的人去承擔 這個當然是對我來說很難接受很痛苦的事實 他整篇都沒有說到他媽媽的公屋被人收了 OK 但他看得到基本上隱隱約約已經透露了這一點 3月要斷租約 6月要收留 無論你在6月3日之前 或者6月3日之後接受這個訪問 你肯定知道你媽媽出現的事 OK 雖然媽媽沒有跟你聯絡 直接間接 我想你們大家都會知道 所以他是有一種痛苦的情況 大家沒有辦法申訴 誰知道這件事就是捅了給城部 用城部來爆 羅冠聰都覺得 不要說這件事了 不要製造更大的恐慌 或者以來更多的麻煩 這個麻煩可能對他自己交易 也可能對其他流亡人士 被通緝的人士 或者潛逃的人士 那他已經不說了 那現在政府就特意把這件事爆出來 來擺明說 我就是恐嚇你 這個就是 講到公屋 就想起丁蟹那部戲 這個大時代 是不是 當時凌姐 即是藍潔英 飾演的凌姐 養了整家人 是不是 方展博 她的家中很多個女生 這種情況 你會看到 被誰恐嚇 被誰搞 就是丁蟹那四個兒子 是不是 和丁蟹搞 那你變成了 這個就是 跨時代 現在正在做這件事 會不會禍不及妻儀 不會的 直接攬炒 你對敵人仁慈 敵人不會對你手軟 這個就是我們面對到的現實 所以我說 未來轉型正義來到的時候 這幫人的下場會很慘 我不是主張報復 很多所謂的審判的權力 留給上帝 但我可以說 人間對他的律法 對他的制裁 對他的懲罰 是難以形容的 那羅冠聰就說 我要想的事情就是 這兩者當中 能夠有一個平衡嗎 即是說 我要做我理想的事 和我要兼顧家人的幸福 兩樣之間 是不是能夠有一個平衡呢 我能夠做一些事 去中和這種傷害嗎 我之後很多行為和回應 都希望去做這樣的處理 所以很多事情 我未必能夠回應 回應也都不一定是好事 要怎樣去令這些事 有更大的空間 往好的方向處理 也都是我必須去盤算和計劃的 所以有很多的事 我不能夠說太多 可能對整個狀況 不一定是好事 我是極度懷疑 這一篇在6月12日登出來的 德國之星的專訪 講到的羅冠聰的這句話 即是我剛剛說回這句 即是 他認為 即是 未必是一件 要爆太多了 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有很多事 我不能說太多 可能對整個狀況 不一定是好事 我想港府就是看到這件事 接著放了給 為了給成報 在今天16日捅出來 即我看到的一種直覺就是這樣 你可以說我是個猜測 我沒有證據證明這一點 這個是我猜測 這個跟我說 就是什麼侵權案的時候 完全不同 侵權案是白字黑 即是沒有白字黑字 法律釘 斬釘截鐵毫無疑問的東西 但今時今日 羅冠聰所做的事情 即是他講這件事 當然他完全有權利這樣說 但是港府就是捉住你 據說你這樣做 目的是什麼呢 一 搞你在香港的家人 來恐嚇你 使你傷神 使你傷心 使你痛苦 第二 在你接受德國之聲 這個訪問之後 跟著搞這件事 使你懷疑 也是一個合理的懷疑 就是你講過這句說話 使你共產黨捉住你媽媽在香港 來將她清走 即是換言之 不是清走 清走之後爆料給城堡 你越不說 你越想臭屎物扣 其實不是臭屎來的 你越想不說 好我就爆給別人知道 我就搞過你 我打一個比喻 這個比喻不是很合適 就是說 你被人強姦 襲擊 斬幾刀 你都不說 你不說得 強姦 你的強姦犯 爆給別人聽 這個就是現在香港政府的做法 你6月12日說 有些事情我不能說的 我6月16日就爆給全世界知道 我就搞過你 就是擺明 我是流氓誰怕誰 是不是 德國之聲繼續問 看過這個青春無悔過書 第一章就是講家 你提到家裡很傳統 也都說在家裡吃一頓飯 帶給你安心的感覺 書裡也有跟你媽媽的合照 在看一些過去採訪的時候 可以看到你媽媽 在你坐牢的時候看你 一直很支持你 到後來去年11月 李嘉仁說要斷絕關係的時候 有人評論 感覺好像香港也要開始經歷文革 其實去年11月早已經文革了 文革2.0 3.0 這些事對你是不是真的太殘忍呢 他說 我想德國之聲這些問題根本上是廢話 我想這些記者不會問問題 他只是說給大家知道我讀過你的東西 然後問一些很明顯的事 所以我想這些記者真的不合格 現在這一代記者我覺得很奇怪 也不是說這一代 是一部分記者真的不合格 羅冠聰就答了 一個糟糕的時代 特徵就是你要做很多的困難抉擇 我們生活就是一個 在一個 所有選擇都是壞的選擇的時代 而你必須要去平衡 需求各種和各種惡 要平衡需求和各種的evils 才能在這個時代活下去 我可以選擇 甚麼都不說 甚麼都不做 可能他們對我家人的資料可以少一些 我也可以一個選擇 就是不管 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 用一個正氣想言的態度 去面對所有對我家人的傷害 我也可以有其他的選擇 但這些全部都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過去四年 這個是我持續要重複 又重複做的抉擇 所以他講得很難做 簡單來說就很難做 即是講得很複雜 即是他有很多options 即是可以正氣想言 意正慈嚴的 那你就是 叫做 為了公義而犧牲親情 那你如果不理 那你就為了親情犧牲公義 那怎樣做呢 都會有遺憾 所以這個抉擇 每一次經歷這些事的時候 都要去做抉擇 所以其實內心很痛苦 那羅冠聰呢 就在青春無悔過書當中 寫到他對家人的一些詭咎 對於我在尋求一個安定 和尋找一個可以令我感到安全的空間的一個需求 而這種迷惘和尋找 在離開香港之後變得更加強烈 他的衝突和他對於我帶來的各種困擾 是變得更加強烈 因為已經離家更加遠 根已經被拔得更喜了 所以要做更加困難和複雜的決定 我有幾個評論 即我知道呢 完全我體會 我不會責怪 我不會 我自己這樣說 羅冠聰是一個年輕人 你可能去到一個年紀的時候 你會明白一件事 我們要的不是落葉歸根 而是落地生根 當你認為你的根已經被連根拔起 離家已經更遠 證明你還未 settle down 那你說很難的 桑普你可以在台灣可以 所以羅冠聰怎樣得到英鎊 不是那麼容易的 但是難過亦要經過 亦都要去做抉擇的 當一個人 他覺得 在有宗教信仰之下 覺得世界都是流慾的話 即是 好像 流體那樣 在這裡寄慾 即是公寓的慾 住所的地方 住在不同的地方的話 你會覺得 這個是上帝之家裡面 你是安然的 世界上沒有所謂的 認祖追蹤 要這個 這個是 要認條根 於是乎你要 那條根本也都在香港裡 你六十歲的條根都在香港裡 那我想如果你這樣的話 就是 不是叫移民 就叫做 叫什麼呢 你在那個地方好像 塞根的浮瓶 好像塞根的蘭花一樣 那這個是很慘的一件事 他現在還沒有去到那個位 那當然我不是怪他 我不是罵他 我只是說 他真的要克服 而他去到某個位 真的要做一個抉擇 你認同的是什麼 我想在我和他這一代人當中 會有一個雙重的忠誠 我覺得我擺的位置 他就不是永遠正確 對我是正確 就是我會擺台灣第一位 離散港人 現在我們做更多的事 譬如我現在做這個節目 就是做第二位的事 但是台灣是最值得我去做事的地方 這些是我有現實效果能力做的事 那我想靠我的 就是月曆或者是一個評論 可以做得更加好 但是你說羅冠聰本身 我會覺得 他到現在都是這種分析裡面 我記得我在大學的時候 類似這種思維模式 是Option A、Option B、Option C 所以很難這些東西明白 但是其實你過了十年之後 你看回之後 你看回你現在說的東西 就會覺得 其實你們要看開而已 你看開的話 看得遠一點 宏觀一點 大一點 你會發覺 你會順著自己的心去做 做一個正確 做一個抉擇 不要說正不正確 任何抉擇 它都會有一個 Pro's and Con's 你沒有辦法的 我會認為 如果你是因為 我不知道它實際的理由是什麼 如果你真的因為你家人的理由 你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去講太多的話 那我覺得你傻的 是吧 有很多的計劃 你自己要去做 如果你家人是藍絲的 那我沒有辦法 如果你家人呢 是因為有各種各樣的一些理由 擔心去到外國生活不了的話 那 Nathan 你一個 大個兒子 擔起這個責任 是吧 擔起這個責任 我想這件事是說 那去到外國那幫家人 會生活得好些 那你說不是的 很多麻煩的 什麼什麼什麼 我只是這樣說 要做取捨 還有要使家人知道 跟你們 還是跟中共 那這個是一個最大的抉擇 不是 這個已經不是說 你們兩個之間 可以求一個桃花園的問題 沒有這件事 你避不了巡 香港已經淪為巡國的 不可分割一部分 起碼現在這個時空是吧 所以我說要做好一個審神的抉擇 就是 被避蠢 我想這個是比較清晰一點 有幾多的難處都好 乾脆利落 低調務實 盡快處理 四年都不處理 那究竟這個是一個理由 還是有其他的理由呢 那這個留給羅冠聰去解釋 但我認為就是 羅冠聰近期 在海外的很多的民主運動中 的確是轉趨沉默的 的確是說的東西少了 當然 他又繼續出書 他不是零 OK 他又繼續出書 而我都會支持他本中文版的 就是我都被他邀請去寫罪文的 但我都很顯然就是我一定支持阿聰 就是我支持阿聰的東西 不是說所有他的東西我一定支持 因為每個人要為他做過的事 言論各方面呢 要自己去體會 但是我自己覺得 他是一個victim 他曾經也是一個 activist 也是一個很為香港人做過事的人 而這件事的話是值得包揚的 是嗎 在這方面是值得包揚的 如果你明白我所說的東西就知道 不是在於他是否一個聖人 不是在於他有沒有做錯事 也都不是在於究竟 他媽媽的情況是怎樣 但我覺得羅冠聰是一個 知道現在是困懷的 好像一個box裡面想的東西 他會認為自己用理性上 推上很多option A option B option C 但沒有option的 其實思維模式不是應該這樣的 那思維模式是什麼呢 common sense sense ok 這個地方不是用logic 是用sense 即是我們做生意做律師很多東西 logic是檢驗你的sense 而不是你那個想法的傳源 你的sense是什麼呢 你覺得我做的事有什麼錯 我媽媽有什麼錯 怎樣才能夠兩全其微 我知道每個人要做決策都很難 但你既然要去做決策的話 就需要盡力去做plan A 而做不到又plan B 四年過去了 如果你的地方都是做不到plan A 又做不到plan B 所以呢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wrong with it 即是某些人需要為這件事去負責 不是一定羅冠聰 是某些人需要為這些事負責 那我希望那些人能夠明白這些東西呢 真的不可以成為一個基本而知的理由 然後突然之間德國之聲就說到她媽媽 這件事就很奇怪 6月12日這個稿呢 好像先知的能力 突然之間說她媽媽 他說你生得和你媽媽很相似的 一個普通的媽媽支持自己的兒子 然後呢現在面對這樣的情況 羅冠聰說她經歷了很多 面對很多困難她就是一個好市井好基層的媽媽 我這一家人就由公屋長大的 她是很不容易的 我小時候她打幾份工 病了都要明天趕著上班 平時後一時時無法工作 因為受傷的關係我們需要政府的援助 面對很多困難她是很堅韻 很堅強的形象熬過來的 但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 不是一句堅強就可以解決的 你收入減少了 那我們吃少些 如果生病明天要上班 那你吃多幾粒藥 蓋多幾張棉皮 出一身汗就可以上班 但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 不是個人能力可以解決的 在這個情況之下 她必然會和我一樣 有很多迷惘和不知道要怎樣處理 尤其是她某種程度上 是被丟入這個狀況的 她是被動的 她不是自己選擇這個狀況 不是自願走進去的 而我是自願走進去的 當然我面對什麼困難和挑戰 可能我進來這個狀態之前 我是不知道的 但她是被丟入這個狀況的 所以會有很多 更多因為這樣被迫的感覺 會有更多的情緒上的反應 OK 這個是明 明 OK 這個就是她看到的一些情況 剛剛讀這幾段 基本上跟她媽媽有關 那時候我讀這篇稿 我覺得很奇怪 突然之間不是說她的二哥 或大哥 而突然之間說到她媽媽 那現在已經明白了 就一直以來有一宗收樓 收樓案 OK 那現在 她想蓋住 她都沒有爆 整篇都沒有說 哎呀 政府現在收我媽媽 沒有 爆出來了 所以我會覺得這件事 是政府的故意 故意玩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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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認為羅冠聰要解討的方式 我覺得最最後都是 就是 好像林夕田那隻 shall we talk 一樣 就是聊天 溝通 那你說現在怎樣溝通 這個就是很難的地方了 那個難的地方就是說 現在你一溝通 政府不殺你所有的東西 是不是 那我覺得 就是我自己個認為 如果真的要溝通 不是應該面對面講嗎 你覺得電話 或者網路 或者寫一些signal 或者錄音 或者講電話 什麼conference conference call 可以解決到這些問題嗎 我覺得不會 你問我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就是面對面講 後面的東西我就不去引申了 OK 我只是說 大家要想一想 是不是應該要把你的三個六面講清楚 如果 就是說有些親情的東西 就是我沒有辦法 割捨的話 那 而她媽媽也要怨她的地方的話 那 那是不是有些地方可以去 談一談呢 是吧 那我覺得這個是重要 那你說這個是不是真的她 羅冠聰現在 我知道在英國裡 譬如攬炒巴很弱 Simon 譬如鄭文傑 很弱 也有很多其他 譬如說 港援一批人 另外很多其他人都 就是 漸漸地會弱起來 羅冠聰在近這一年 是比較低調一點的 那你低調一點的情況下 那我知道她都有將她的書 中文版出來 也都會接受 譬如這些外門的訪問 依然有 她不是零 就是會有 但是她基本上低調一點 我們都不可能要求她 永遠都是在這個風火最前線 那我第一就是 兩個問題 就是這個媽媽 是不是她 那麼久以來 那個真正的原因呢 我是一個大問號 第二件事就是說 如果是真正的原因的話 我也都很寄望的 Nadon 就是我認識她 也都是 認識她的很多的朋友 那我只是說 應該要解決她 就不要等她不斷地 在那裡 好像 發貓那樣 那搞法的話 會 後面會衍生很多東西 除非 你抽刀斷水 但是水更流 那我會覺得 一個 你要切斷真情的話 我真的說不出口 我覺得有些事情可以 試圖去 去bridge up 這個gap 我認為 未去到那個 完全破裂的地步 如果破裂的話 她不需要講那麼多東西 去講她媽媽 是吧 即我認為 如果她對她媽媽 還有這個親情 那我覺得 這一點的話 是應該付出一些 心力去做 而正在這一點上面 共產黨看重 因為你說那麼多東西 她看重你 每一顆子論稱你 分析羅冠聰的心理 然後知道這個 可以利用她 把她媽媽 未被公開的 即是被房署收樓 這件事 爆給別人知道 使得你更難受 這個就是 那個煎熬的過程 這個就是 共產黨 怎樣對付一些 流亡的 逃亡的 通緝的 異見人士的 一些過程 這個就是我們看到的 香港的情況 所以我希望大家 用這樣的心態 去看這件事 我覺得可以彌補 知道你們 是不是付出到一定的 勇氣和實力去做 我覺得 我不是你 我知道我沒有辦法 很鐵齒地說 怎樣怎樣怎樣 即是家庭的事 我怎麼知道那麼多 是吧 但我覺得這些事 不應該成為 一個人 轉取低調的理由 也都 應該要拿出真心誠意 去解決一些 親情的問題 雖然我講這些事 就說 哎 你相抱你就開心 你就 沒有這些困擾 我真的沒有這些困擾 共產黨都抓不到 這些把柄 但我只是說 去到今時今日 對於 羅冠聰來講 我很希望他能夠 想一想 然後做好一些 他認為對的一些抉擇 我覺得是重要 而當然 此次作勇者 都是共產黨 所以 你問我 即是上一代 很多人都是被巡 而來香港 我這一代呢 當香港變成巡之下 都要被巡 第二次被巡 去尋找自己的桃花園 去尋找自己的桃花園 台灣只有桃園 就沒有桃花園 台灣不是桃花園 但是世界上哪有桃花園 是吧 其實你只要心境自由 處處都是桃花園 你心裡面不自由 處處都是巡 那我看到羅冠聰在英國的這些掙扎 其實我 真的很傷心 我很傷心 我知道他心裡不好受的 但是人呢 始終都要 過下去的 所以我先 講一些我自己理性上 覺得他應該要做一些這樣的事 這個只是我簡單的意見 跟大家分享 好了 好了 今天節目做到這裡 下一次就跟大家講其他議題